好 欢迎回来 目前来到了2比2 这已经超越了我们 这几天看到的 前三场比赛的一个比分了 总局数一定是六局 对吧 怎么说是吧 这场比赛我们在 刚才就是进到游戏后的话 上午和实战都是觉得 这场比赛微博赢了 很有可能就是进入到了一个 有可能会打到巅峰对决 因为他们这场获胜 在这场获胜的同时 打掉了对面的关于凯的同时 意味着他们解锁了阿古东马超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给自己还了一大口 对 这一盘拿下来之后 他们如果在后面 能拿到阿古东马超 也没有什么太好克制的一个阵容 对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就在上一局花卷的这个点 其实给我们展现 是活舞的呈现非常的棒 对 他们主要是 及时地稳住了状态 如何在赛场中稳住状态 保持心态尤为重要 尤其是像花卷这样 指挥位的选手 一定要保持清晰的头脑 没错 面对瞬息万变的局势 更要保持清晰的头脑 那就用青阳静爽领头 走位更有形 操作更亮眼 征战峡谷 无谓向前 并肩上场 无懈可击 团队荣耀 青阳陪你一起守护 感谢赞助商青阳 好 聚焦回比赛 其实在刚刚那局 就我们其实一开始 我们局内非常 我们算也很激烈地在讨论 就如果这局最佳会给谁 就其实一开始 你会发现就整体活舞出的那几波节奏 实在是太过重要 就活舞第一波进去之后 把暖阳的镜送进去 然后 包括在后续的团战里面 活舞基本上第一波 是逼出技能了之后 暖阳就是有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终结能力 就是说我觉得给谁都可以 因为活舞进我们在 这场比赛 这个小局开始之前 我就说这两个英雄 一定是他们的核心中的核心 对 其实这把没有活舞的发挥 就没有就是很多暖阳的一些 就是比较突出的地方 对 更何况第一刀 这个Fly的这个关羽 那刀把红拿了 真的也确实让人意外 是的 所以在对方快拿到赛点情况下 如果一开始 比如说红被抢了 其实当时就是可能会 心也会易紧吧 对 就会开始变得那个一些 四伯花权的活舞配合镜 就是我们说 这两个人不分一次 对 都是格外的关键 因为我认为 在这个版本里面 无论是在我们之前的 一个波三的征召模式 还是现在的波七 它都是很强力的 或者说是T0级别 最强的英雄了 这把其实就是 关于那个镜和活舞两个人 就是各种互相配合 是 这个后排啊 包括他们在经济起来了之后 我们在最封内部团一会儿 可以看见操作上限太高了 对 对 操作就完事了 对 这一波就是活舞 一输技能 反正开盘 开成花旬就猛猛开 然后铃痕就嘎嘎跟 对 因为我开了 我非常相信 我们这个镜是一定能受的 你开我就跟 对 这一波 这一波踩修了 这波先抢个龙 然后把凯给秒掉 然后再拉出来 然后再一波换位过去 把一星和关于 这两个顺秒了 然后这边再拉扯你一下 你看 然后再绕后 再把你包了 这波就是完美 非常完美的一波团 好 那其实我们也算是 今天终于来到了这个 有第六局 反正第六局起了 对吧 朝着巅峰队队就去了 那其实我们刚刚 其实也没聊到了 就关于凯出调了之后 就解锁了阿古多马超 那两个觉得 就现在其实此时此刻 双方碰撞的核心点 是在于哪里 首先在选边方面的话 我们不断强调 就是当你的 想抢的东西逐渐变少 你说双方都打掉了 很多体系的一个情况下 拜方是基本上会去选择红色方 狼队不出意外 也是选择了红 这样的话 两边的一个BB互换了 狼依然会去摁掉 他们在蓝色方 就如果东西 一个东西 你在蓝色方要搬的话 红色方也是要去处理的 明星大桥这些东西也是要处理的 而另外方面 微博的蒙田依然是会高挂班位 而在另一个点上 他们使用完活武了之后 这个活武我相信 就是看到了 鲁班父子 我觉得杀伤力都不会有这个活武的 包括项羽也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活武的使用者 活武是一个 就是说上线极高的英雄 就可以创造很多的奇迹 而且在没有了活武之后 他们这一盘可以去选择凯甲关羽 也可以选择我们说的阿古东马超 但是因为狼队在Country 还是说阿古东马超相对来讲 没有凯甲关羽那么扎实 那么稳妥 现在其实到了目前为止 就双方状态都慢慢拉上来的一个情况下 我觉得阵容的容错率 需要进入到我们一定视野和讨论度范围之内 对的 整体从微博上一局的一个感受来看 下一局你们觉得他会打得比较冲一点 还是说我维持一个前中期的节奏 慢慢打平推 主要今天的比赛 更多的就是两边没有说谁 一方都能维持一个很好的状态 更多的是两方的一个状态交替上升 我们会看到第一盘 微博打出了一个很好的状态之后 第二三盘狼队的一个觉醒 而在刚才那盘红buff被抢的时候 我们又看到了中越连续站出来的出节奏 所以说这个就是比赛好看的地方 你们永远没有办法通过一局 来去判断整场的一个节奏 到底是归属于谁 对 就有一些比如说特别 就是可能自己拿到一些 自己比较擅长的英雄 然后可能就是可能前期有什么烈士 但是他中期就是可能对 以他对这个英雄的理解 然后跟上队伍的配合 然后再以一波情况 就直接扭转局势 就这种情况都说不准的 其实这才是我所认知的四分之一决赛 我觉得在此时此刻 因为他跟联赛的季后赛赛制 是截然不同的 联赛季后赛胜者组是两条命 而对于这里是个单败的赛制 所以每一分的把握都非常重要 比赛马上开始 让我们时间交给金苏喜 好的 欢迎回来 马上开始下一局比赛 其实上一场比赛就有一个粉丝朋友 总结特别好 叫一个红引发的序案 我刚才也提了 我说如果不抢这个红 可能暖烟没那么生气 是的 你敢抢我红 我直接给你揍 拿到了招牌英雄的自信 确实不一样 对 但其实这个很有趣 暖阳他一直是一个刺客一样的存在 但他的存在就是有一个不同的点 像他们之间推荐GK的时候 其实那场比赛严丑 准备博就已经要输了 一个五杀把气势拿回来之后不一样了 对 今天又是这关键的时候的一把劲 就是不是又能够把这个有一点被压住的气氛 重新给抬起来 我觉得是挑的回来的 如果抬回来的话 那么双方就再次五五开了 是 下面一个BO3吧 对 少点英雄的BO3 这个真的截然不同 看比赛多的观众大家都知道 如果上一局比赛是狼队影下来3比1 那微博想翻盘 说实话难上加的 真的太难了 但如果现在追成2比2 加上一把是以那样的一种 怎么说呢 畅快的方式 对他们自己来说 畅快的方式吃下来的话 就气势会完全回来 是 现在基本上就是同一起跑线 会变得非常有趣 那么接下来就看谁能先拿到赛点 还有就是 小胖能不能 给有力的回击 对 就是 其他人遇到这种情况会不会虚 我不知道 小胖一定不会虚 虚不了 他只会更暴躁 对 蒙田 明世 比赛还越发的精彩了起来 鲁关大师 这边的话 狼队用过大桥了 要不要搬 红色王也顺手了 就应该会搬掉的 毕竟也都是第五把了 而且没有其他什么太多要搬的英雄 是 该用的都用掉 就红色王正好吧 顺手就搬个大桥 然后微博这边的话 中单都还在 因为现在大刀已经第五局了 所以 包括狼队这把也选择的是红色方 没有太多要抢的东西 先抢个凯 康特起来更好一点 对象凯不是公共英雄池 他可能想把蓝色方作为一个康特点 因为我先抢一个静观齐变 我看你一二楼选择 我在二三楼作为抗担 有没有阿古多马超 对面拿个凯应该不会 吕布 小胖那个躲合 非常不一样 哦 沈梦西加吕布 是打击后排的阵容 是 就这局如果是凯加关羽的组合 那不管怎么样 射手一定是夸杂式 而且 这种情况下的话 沈梦西加吕布就很好打 刚刚说过是狼狈这边中单 还有沈梦西和火舞 对 微博是都用过的 然后这边的话 沈梦西这个中轴是已经很稳定了 微博这边张良摇摆一手 大概率我感觉是辅助 因为你中单张良拿到反抗那 沈梦西这个肯定是背抗的 没什么道理 对 然后但是也有可能摇摆 先放一下 这个中路能够跟什么戏对抗 还有周瑜 虽然也是猫的主动权 但是周瑜算好 能对抗一下 是 这个英雄很多狼队的观众看到 应该是心里会咯噔一下的稍微 小胖的 露娜其实很厉害 其实很强 是很稳定 对 但真的就是因为之前几场比赛 知道吧 这有时候带点机缘巧合的 其实他的露娜很强 谁的露娜又没点机缘巧合 关键是对面有个张良 其实你不觉得他这样反倒 敢看到张良选他更 显得他更自信 张良不是东黄 这个特别说一下 东黄咬住是断不了的 我自己玩露娜 我对看到对面东黄张良 我是什么感觉 就是我如果顺了 我是上去吃大的那个 你如果打我了 你是必必被我反弹 因为我顺风的话 我很肉嘛 而且你是个关羽凯 这两个爆发对露娜能出不祥 这样防装的英雄来说是不够的 把金蝉扳掉 对金蝉直接能给露娜物理超度 因为露娜打关羽和凯是好打的 所以他也不是很怕张良 有猫和吕布帮他拆火 一个撑前期 一个拆团队的火 我总觉得这个张良势有走 是有 我也觉得 没什么道理放中路 而且中路的话 对抗沈凤西强度差太多 是 中献拳相遇拱手下让了 是的 而且反正探视野的话 有凯 关羽也是能探的 他可以捏手吕布 是 那他应该肯定是保一个大射 这个大射是什么 加罗 加罗的话对面是 有可能后翼 后翼我觉得没加罗好 因为后翼打吕布感觉没有加罗快 黄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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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凡西加吕布 不行不行不行 拿了个安琪拉 但是感觉对面沈凡西 打你会好一点 安琪拉有点固定吧 嗯 有点被动我 李源芳是有位移的射手没问题 但是他能跟张良抗宝 但是 我 我感觉这把弗赖的吕布很难活 就是我跳不跳呢 这个英雄就是他首先是他能抗他吕布 是 关键他配个张良把你摁下来之后 对 把子在那里 但是关键这个英雄 笨重啊 是 笨重啊 对 但是你技能 假设你张良跟安琪拉大招 在团战里技能交给吕布的话 我假设吕布死了 你全没技能了 是的 这应该是练了一手有奇效 练是肯定 就是用来打什么戏都可以 啊 打什么戏吗 那我猜的吗 哈哈 不然你想想总有个道理的 我觉得只有可能跟张良的康宝去搭了一步 我是不相信在挑战准备四分之一决战这么关键的时候 2比2抢赛点的时候 嗯 掏出一个没有练过 直接说 OK 我觉得这把不错的英雄 我觉得这个几率太低了 练是肯定有练 这个肯定没毛病 对 然后这个苏联的话就很不怕战梁 就是东皇 就是苏联很克制东皇战梁嘛 但我的话我还有个被动 而且一个补一个团控 还有前进的强度 哦 这个阵容太有意思了 两边的阵容 我觉得左边的整体性需要强一点 右边的话就是 只要做好拆火 露娜一个人就很够了 张良只要摁的不是露娜 没有和安琪拉配合 把露娜打掉 或者打很残的话 这个露娜就很无敌 好的 那么进入双方关键的第五局 抢赛点 进入比赛 双方关键的第五局 获胜的一方将率先了到赛点局 蓝色方北京一波 红色方重庆狼队 双方2比2 特别期待这局比赛 因为北京一波选了个托米 这不容易 是的 然后狼队也出其至胜 拿了个苏联来拆火 包括去顶这个张良 这里的话 沈沐西在前进强度是 这两个是限制不了的 就安琪拉 而且他因为这一手没得 他太容易挨炸了 嗯 就是你打苏联什么 你别想着什么 像排位一样上去先丢个一 是啊 再第二个一场线不可能 我觉得 安琪拉和张良这把出节奏 只能是蹲点 对 你在说就是让对面 压制你的情况下 你反打的节奏是很难的 嗯 你只能靠一些 就是抓边啊 或者说带线 如果这两个人是抓单 肯定伤害够 那如果打团就不好打 打团的话 只能摁得到吕布和苏联 因为他如果抓单的话 不管是露娜 还是一个中期的吕布 还是苏联 其实都能秒 对 但是一旦打团 太多人在拆的话 其实他就不好打这种combo 就虽然说 安琪拉开大那一下 但是那一大一下盾就被破掉了 其实很难放拳 而且这两个人就算抗帽到了 他只能抗帽一个点 他不是AOE的 翻脸 开打 给了要刀一套 要炸防御塔呀 要的 炸了一下下 炸了 二十分之一 对 浅炸一下 浅炸一下 这要是两分钟 呃 四分钟之后呢 感觉很痛 很炸一下 是的 依稀记得刚刚上两把 有个人炸杆枪啊 嗯 直接满血杆枪 炸回家了 直接炸成残血 对 哇 好快啊小巴 怎么说不要cue我 啊 呵 小胖 四级 晃悠过来 再卡一个小兵 出 感觉到了 但是这边肯定是狼队这边先到四 抢到献拳 上路也不能硬拼 上路的四v四八人大战又开始了 但是吕波跟露娜的这个四级强度还是挺高的 打一套半血 难得 难得 大家起来看起来真心 是 赛场出现安琪拉不容易 能中一次二级弹就很不错了 是的 这个英雄 其实大家用过都知道 伤害是真的高 是的 他的单点爆发是 感觉三千块钱能秒一个五千块钱的 对 但是他的这个 稳定性确实太差 而且自保能力差 所以我这个张良我只能理解为帮安琪拉 是的 提高命中力 这个因为我记得以前有网友算过 嗯 这个英雄在出完一套装备的情况下 什么都不看 看 来了 恩卓大一套 大刀直接被恩断了 喷喷喷一脚踩出去 一血到手 就是这套combo 我只能说安琪拉加张良无敌 单杀是没什么毛病 那个排位多王 我们以前打过排位 哎呦 这就有点舒服了 我靠不光安琪拉张良厉害 这个暖洋的成绩和黄刀也很厉害 处处开花 是 这个排位是可以用啊 像我们用我张良安琪拉再加个狙刀金 对 没有不能秒的人 这是 拿另外也可以 只要前进强度能撑点那个视野的嘛 哦 画卷也是做了急步之靴 弥补自己腿短的 劣势 嗯 他肯定是不能在中路以抢线这个 呃 来打的 他肯定要是还是跟张良上波一样 好 不来 不来上波我记得已经很果断了 但是被捏下来了 没办法 对 不让你跑 压制效果已经可以打断任何技能了 对 我刚才没跟你说完 就是网友算了一下 说网友一个很久之前算的 我看过一个帖子 说神装都安琪拉一套刮下来 嗯 不算技能伤害跟加成 光被动的伤害 嗯 一万 好像 我不知道真的假的 但是这是很高啊 打没魔女的人吧 对 但是有魔女你好像一万隐私要死的 就整体伤害加一起的话 对应该加在一起 应该不是纯被动 但就是伤害量是绝对是过量的 对 基本上没有什么不能秒的 安琪拉有一段时间很多人用来喷蒙田 对 因为蒙田是相当于自己就是个靶子 对 所以这种 他的伤害 缺点就是稳定性 一套咬下去 给你肉开非常肉 暖阳扛住 闪现按住按了个苏链 随部反跳 还是只能按一个 张俩很难受 且没打掉 两条命啊 对 怎么顶 再放火 一刀 伤害不够 再踩一脚拿到这个头 一个转再顶回来 还能跑这么快 还有一下 哇差一点点 别跑起来 可惜了 这个应该是没有允星 cd不够 不然的话 这刚刚转是肯定有的 对 但如果转一下 杀了 对 必杀的 但是这个看到效果了 就翻翻这里 确实不能捏他 对 但是欣语刚刚 闪现的一瞬间 好像第一个点 不是翻翻 但是他第一时间 好像犹豫了零点几秒 然后就变成翻翻 对 哎 来了 好继续感叹 安琪拉张良真厉害 这就任你MVP也好 对 你称王称王也罢 你别单点 给我逮到了 我张良加安琪拉 你来谁单挑都一样 都不行 真不好使 你只要不抱团 你就看我抓给你看 对 两个无数鞋 就没有任何办法 对 没有任何操作空减 是 就一定得抱 我感觉就是还是得抱团 对 就是怕抱团 这种单点的控制 就金蝉 张良 东黄 这种 嗯 都怕对面群体一起冲练 但如果你是一个一个的 这几个英雄就非常像兮兮了 而且这两个英雄CD都不长 嗯 对 反正我好了 你肯定也好了 他不像东黄 对 反正就是CD不好 我就等呗 反正肯定要两个人一起配合 这两个英雄就很就很在 如果张良出了奔狼 嗯 就更夸张 对 只要你是不抱团的 你那个单代的人 我绝对找得到你 是的 又来了 这边的话 暖阳就给乔西开个视野发育 然后关羽的话 也自己也有视野 也能自己出来 打掉点了 打掉状态了 就能给野区压力 所以别了个大 那暂时的话 对面五个人只要在野区 还是不敢轻易动手的 翻翻这里 也得乔西 他现在顶得出 他一会儿就有点顶不住 小胖看到 飞过来看到花姐的一瞬间 总感觉张良在后面 吓死了 赶紧跑 对 如果没张良 你说他不上你 操作你一端 是不 他发现了就是没办法 真的操作不了 对 我看他下意识地 赶紧把轮盘往后滑 是的 在张良跟安琪拉的面前 就是如果不抱团 众生平等 对 小胖上跟屏幕前的每一个你上 是没有区别的 对 就必须得抱起来 10分钟之前 大家都处于一个发育阶段 自己要管自己的线 所以抱团的时间 就是机会肯定没有那么频繁 但是就现在就是看狼队一旦抱 因为大家现在看经济 好像也没有落后多少 对 只有几个人头前 这意味着如果一会抱到一起 这个阵容就可能没有那么好的效果 要压钟吗 但是边线很烈 且钟落 安琪拉的首先 这几个人是现在治不了的 我们总感觉 微博这个优势没那么大 是的 他们只有一个人头优势 且他们没有把 也不是说没有 应该说不能 暂时不能把这个人头优势转换为圣势 也没有扩大到野区去 彻底的 因为野区你需要打掉点的一瞬间 你五打次的时候也就如果刷了 那我就能进 就官朋友们看这个张良 安琪拉肯定是看爽了 那就是说实话 他并没有彻底的影响到局势 狼队一旦过了这个对线期 抱在一起之后 这效果就可能没有那么好打出来 是 现在的话只是因为狼队抱起来战斗力不够 所以他们选择还是继续慢慢发育 然后不给你单点的机会 对他们已经找掉两次机会 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就是大家看到其实每波团 已经前面两波团已经看到点端倪 就是被切的时候不好躲 是 喷的时候有多开心 被切的时候就有多难过 也看出来 摁到没摁到C位 摁到这个苏联 发盘苏联的时候也不好打 到另一边 知道张良不在 飞了一套 两个人闪现 在半空中大招踢到脸上 这个压制效果 哇 这中路大刺花 你真是受不了 这波有一个很专业的地方 我想说一下 就是 微博这边是假装进来 然后小胖这边的话 就觉得可能 他们来进来不太敢 就是因为没漏 你要猜嘛 你要猜后面有没有人 然后呢 妖刀就不知道怎么在我这 但知道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是 你想反踢的时候 这个都没用 我瞬间按下来 一把钻住 对 所以这个微博这波 这边知道他们有小主动权 然后利用蓝buff的 他能进蓝这个视野优势 等一下 看着不团 苏烈这个英雄 一旦被看到了就算完了 是 关键铝元方的小眼睛 这个英雄 见光死 哈哈哈 一旦被看到了 他真的是开不了 是 苏烈的大招 如果不能有一天变得像白旗一样 我觉得这个英雄真的是很尴尬 这个开团 他这把去吃技能的作用 远大于开团 二技能中了 差一点点打出被动 好 这个位置 沈梦西推一下 把铝布护中捏了 沈梦西闪现 躲了一个炸弹 在那边铝布扫了一下 倒 出第二条命 小胖还在飞 找到乔西 活活飞死 实际上挂着镖没有死 再用野怪做一下 被夷被挂了几层火 往侧面飞 状态不好 前波在包 哇 这波就是打起舞舞团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效果 就如同我们所说的 只要摁的不是C位 就很难打 团战的没喷死 对 团战的作用就很小 这边其实如果打的不是单年 对面人都在的情况下 打一套就赶紧跑 是的 虽然说这边 但是没办法 你真的摁铝布 你不摁你要被击飞嘛 所以这种 还剩舞舞团就是不好打 就舞舞团很难打 对 因为他们能拆火的人有点多 在狼队这边 是的 有可能赢舞舞团的是什么样的 就是保着乔西慢慢打 你大招留着 摁对面进场的人 封位置 抓暖阳 暖阳开大 扛不住 羽姬的伤害现在还是不够 激伤暖阳 交个减速走的 现在小胖的话 没被张量摁 自己发育了一段时间 已经8000了 有点像上把的 金鱼 是的 就如果团战开始的时候 帆帆跟flab就能吃掉 那小胖没人能管 对 其实 flab跟帆帆就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往欣语的脸上拱 对 他要帮小胖创建一个打团 很舒服的那个环境 就是你把他大吃了 上把一个9分50秒的15截 现在一个10分钟整的15截 这两个人 因为小胖被上把对暖阳 激起了胜负欲 是啊 但是如果你想没有这个张量 他是不是也差不多9分50 4分50 差不多 对吧 因为他不会死那一回 是啊 那一回就很多了 压出 一套 没死 第一时间没跟上 挂着标大招来躲 另一边关里吹进来 凯顶在正面 还是炸死了呀 是 露娜空大了 但是 也追不到了 留人技能还是不够 对 这波第一时间好像伤害哥们了 嗯 不然的话 吕布应该 弗莱这边连大招都没办法交 是 吃这个大的人 还是得 饭饭来吃这一套 嗯 除非 弗莱吃也是可以 除非队友在他后面能跟到 对 就是他被摁的一瞬间 队友能帮他拆 找暖阳 哎 现在就像我说的 摁到了又如何 没有人地先能集火 吕元芳滚脸打 不掉血 没有算起啦 不要觉得露娜一定怕脏梁 是的 对我坦度我经济上来了 有贤人性 但是露娜一定怕安琪拉 怕安琪拉加强 是是是 看到安琪拉加账量还是怕的 常常现在花卷的装备 我们看一下 还不够 其实更要看乔西的装备 因为现在想赢团战是要靠乔西 对 你 安琪拉花卷的伤害 指标不治本 对 你只能可能打掉一个点 凯龙 可能靠安琪拉赢 哎 这个位置卡的狠死 大闪拍起来两个剑驴部的位置 找到了星宇 直接被拍死 小胖空大了 但是 乔西能活下来 乔西残血 暖阳又进来了 关羽 关羽 他要砍这条龙 但龙被拉到9000血 鱼姬被贴住 一刀斩下去 收掉这个人头的极限的回复 安琪拉喷了一下 不敢再喷了 暖阳再飞到了这个人头 正面怼不过 这边的话 怎么没大招 然后暖阳也是阵亡了 这边龙肯定是狼队能拿下了 已经看到团阳报答 主要在这个路口 草丛里蹲了一个苏利 对 正面有一个吕布 两个人把这个路口拿捏得非常死 一意代劳 魏伯这边几十眼能力很差 只有一个凯硬几 对 这边 看到张良刚复活 小胖就开始猖狂起来了 没错 判断非常的精妙 但是 再不打完人要活了呀 关羽 一万多血P刀 那个龙应该是 感觉小捏 啊 呦 这又抢到了 今天的魏伯在抢龙健兴 还把吕布顶死了 回头还要顶 怎么没想跑 怎么我感觉这波想跑都能尝尝 都能跑 狼帮这里手里没大的 这边卖的太好了 把狼队这边的人火力吸引了 但是这个龙 其实安琪拉二一的一瞬间 可能跟城堅还能拼一拼 那今天狼队这种龙丢的多 对 我觉得不能给他们抢的机会 而不是说 逞拼不拼得过的问题了 我要去卡到你的人 踩了一脚 然后心里的张良放了个门 虽然说不踩 他也是个拼成的 就是关键是给了花卷拼成的机会 按理来说我都 这边张良没到 然后关羽没大招 这波团微博是不可能接的 但是说今天这种情况 你想 冬皇抢过一次 我印象你 然后暖阳刚才在龙坑上面 抢掉一次 是 花卷之后抢一次 而不只我记得那把 还不光冬皇还抢过一次 应该是第四条 就这种抢龙 我印象也是三条 但是也都 已经很多了 对 但这点的话发生一次两次太好 这种多了的话 真的要想想 对 这有点伤 就每次这种最关键的时候 钓个龙很伤士气 暖阳后退 喂 暖阳被白点了半血 然后没有地方用一斤的灰雪 连个野怪都没有 是 野区比脸还干净 冰线没有 暖阳跑红军去找野怪丢标去了 发现梅雨野区了 梅雨野怪 终于来包冰线 笑呵呵的跑过来丢了离 然后主宰要刷了 又有一条 这个龙的阵风啊 但是现在狼队也要思考个问题 那就是他们得鱼姬和吕布站出来 因为魔女现在又慢慢多起来 是 多起来之后 其实沈梦西跟露娜就不那么好发挥 我刚刚看下装备 吕布想站出来还是挺棒的 现在鱼姬装备还是有 位置有点好 暖阳走不了了感觉 这包新鱼没有摁吕布 可能是有个苏裂在举着大 他也不好摁 嗯 这波总不会被抢了吧 没道理 我可以说百分之百了 也没有鲁斑嘛 哈哈哈 浪漫的局面开始 朝狼队这边倒 虽然说经济还落后 但这个落后就是 无所谓 对 我觉得他们有余气的吕布 就算有双法师 后期会被Counter 其实还好 是 感觉新鱼等会儿还得也 拨点输出装 安吉拉的输出打得太不稳定了 是的 你不能跟沈梦西比啊 两个雷下来就都半血了 这边的话 狼队放龙在下路 然后看地图的摆设 应该是想压中上 然后下路让龙自己先喷 等会儿再看着转过去 关羽全境仓球 我觉得这把微波 如果想要把局面拿回来 我觉得得靠关羽 其他人靠不住 但是关羽想进打得好 也得靠队友帮他撑出场面 所以还是团队的力量 其他几个英雄都太朴实了 很难做出那种惊天地气鬼学的动作 这波狼队都集中在红区 小方还是回去盯后面了 他给了 是 这种团 终于不看到都不想打 这种路口一旦开起来都没法跑 他必须得等有人卖之后 关羽有进场时机才可能赢团 然后他们现在想赢团的核心就是关羽和李延芳 首先保证李延芳不被切的情况下有很好的环境 配合张良去打掉点 现在安琪拉跟张良就不能搞配合了 打团的话 因为你们俩如果配合就交给同一个人 其他的任何人不管交给谁 任何人都是可以发挥的 是的 因为我不相信小胖自己会上去把大招吃掉自己阵亡 除非他有复活甲 几率不大 这种事情几率不大 这边 滚到一套打下去好肉 扛住了所有人的伤害 强行换一个 鱼姬从侧面开始输出 拉开空间 紫墨一脚踩过来 再找鱼姬的位置 张良门放得很好 再一刀劈下去 但是鱼姬有二技能 苏联一个顶之后 把自己第二面顶出来 关羽还没死 是的 远方追进 再炸一下 关羽 力挽狂澜 强行换一个 他自己硬切鱼姬这个英雄不是特别怕关羽的 对 要别的人一起去帮关羽切鱼姬的话 鱼姬都可以solo 狼队还是占了便宜 但是微博这边处理台可以 第一波主要是 老羊还是要点肉 这边加速奔狼过来开了个苏联 没有被动 直接打掉了 好痛 一刀斩下去而且能开起来 再踩一脚 顶一下一个转没办法了 跑不了小胖过来了 你没办法捏了吧 换位置 锋芒毕露 再吃这个兰马尔佛 对 你这样技能教很多 虽然打掉了 但是肯定不可能全部终结掉 因为还有其他C位可以站出来 是的 但这波也很精彩 我刚刚想说就是 微博要不要尝试去抓边 或者抓一些单点 然后他们现在找的是一个多打扫 因为露娜在带线吧 他们中路第一时间是多打扫 然后也找了一波不错的机会 虽然说花卷阵亡了 但是对于微博来说是小赚 早知道就闪不交了 因为他的闪还蛮关键的 这个英雄因为他没有自保禁的 是的 那个大招就不能算个保命禁 原地就等着被切 肯定是 就会行的 肯定让自己死亡拖了几秒吧 死的更壮烈一点 现在的话还有十多秒刷龙 然后微博这边在张良帮关羽 可以蹲反边线 小胖知道张良应该会在抓他做了一波龙 龙边的线 暖羊也想明白 处理身纯肉 首先他发现团架能不能打赢 取决于他能扛几秒 嗯 他扛得越久 关羽的进场时机会越好 是的 然后劳敦现在想明白 不能急火打这个肉侃 刚才是五个人 全交进 打了两秒钟 嗯 他可能想把暖羊控死 但是毕竟有魔犯鞋嘛 要直接开竹刃打掉暖羊的状态 这个主宰的话 继续控龙 卫光能举过来吗 这个没道理抢吧 这个要抢掉太夸张了 是 位置很好 找到暖羊 张良直接反手捏 接安起来 滋一下 两个残血全部被带走 嗜血闪现 哎 撞到了 转一下 闪现躲掉了 好闪现 位置很细 那关羽和小胖有点远了呀 跟过来 标 闪现 调位置 追点 一个顶 复活甲 李源芳在疯狂输出 站起来一刀劈回去 刷李源芳脸上 开了个回越 李源芳还在输出 再抵着两个人杀完了 二连击破 这边露娜踏板太少了 被小夕秀了 二爷还没想走 但是余姬不怕没关没大招的关于 李源芳呢 他在拖时间 你看李源芳 好 再拖高地 但是红霸布 拿命在拖 哇 拖不住 高地还是拆不了 子墨说大意了 子墨感觉没有爆裂啊 也可能是因为黄条没有加到一半以上 爆裂也发不了 但是这波很精彩 是 两面打得都很精彩 李芳在这个时候苏联难得的 大招加二 你能推两个 在这个年代 见到苏联这样的操作 不容易的 是 然后 项羽反应很快 手术很快 直接躲掉了 我本来以为到这就告一段落了 没想到精彩才刚刚开始 其实这边小胖的话 没有 不是他玩的不好 是这个踏板不多 你肯定是操作不过 这个李源芳的 断大 对 你不断大这波商业是打不满的 你就是他这波大 要上去的话 也是被击杀 因为我也是玩露娜 我也感觉得到 这波是 肯定是李源芳要站上方 站上风一点 嗯 敢操作 对 不怕一个空空 就是没有踏板的露娜 等一下 妖刀破晓 伤害拉吧 哎 现在伤害不一样 对 前面看到 其实这个鱼姬的伤害 对于微博来讲 已经有点吃不消了 哇 要到这么有钱吗 我记得他前面出的是破甲弓 但是他换了 他把破甲弓换成破晓了 其实经济一直没落下 嗯 鱼姬的装备也便宜 除了破晓 破晓就真的很贵 哎 决胜时刻 我差点看成巅峰对决了 风暴龙王来了 又是一波龙团 这个难道还有抢 这种 等会关羽关键时候出了个天穷啊 会不会是个伏笔 但是关羽暂时没有绕后位 他只有正常的进场位 然后微博的暂时的站位 斧赖和方帆是能互相拆火的 狼子也不敢直接动这个龙 是 鲁岩方日渊 装备更新在这个时候出到了关键桩 这一条龙甚至这一把对于双方都非常的关键 所以这波团战 没有复活甲 Luna的复活甲好像CD应该差不多了 还没完全好吧 也不会差太久 如果再拉扯一两波应该是OK了 而且他的钱肯定也是够 鱼姬是纯束双 鱼姬主日已经开了 但是没有A到几下 关羽位置好了 狼队也开启了奔狼 奔狼 但是狼队没有开到点 哎呦 张良这两个法阵放在这也比较狠 是 他们开团 抗不过去 也不好开的呀 关羽四季二动 狼队能不能发现二爷的位置 我觉得 没有赶到子墨的位置 能找关羽也是最好的 因为 微博这边支援的话也是没有打算出 关羽如果被找到他们打团胜率很低 就关羽在团战中是最关键的 是 视野之灵放在红buff也确实绕不了的 咬到日渊 现在的话 小胖想去带线 知道所有人都没动这个龙 但是你漏里一论间 但是你受北京微博的奔狼是在的 对 不光奔狼在这个龙要被开了 而且 如果微博占了先手视野 你谁来敢挤张良的这个大招呢 什么东西的大 就要特别好配合的关羽 这个 苏烈和吕布一起上 这种草 苏烈也不好挤 所以挤过来就是还打 第二下没点掉被远方滚了一下 不然的话要点掉半斜以上 那现在狼队要摸龙了呀 因为 小胖把线带得非常的好 还是要 关羽放线过来了 但是这个线早晚是会优势的 狼队可以不及利用下路的优势 这早晚得去 对 除非你放下高地 打起来了 关羽露了 对于狼队来说是非常好的 因为他们的线非常好 他们可以继续用兵线做拉扯 对 如果微博现在不开团的话 他们的下路高地一回自然掉 这样的话 龙要掉 除非微博选择抢 这个龙固就要放了 分配一个战斗力最高的关羽区 细节决定胜负 露娜关键时刻处了一本闲者 关羽区处理兵线 给到了打龙的机会 加级翻滚用完之后 这边狼队选的这把暖羊点死了 正面跳起来 但是旁边的关羽没有战斗力了 被追了 而且下高地要掉 是 关羽也应该要阵亡了 哎呦 这波有点难受就是 其实下高地也没有完全守住 龙还是该给的给了 人也要倒 对 就是战又不战退又不退 还是这样 因为他们是安齐拉和这个张良嘛 他们打起团来自己没有十度的把握 所以他们没办法 默觉得选一边 是 要么你把高地守好 要么把龙就拼了 我觉得就是两边都没完全钻住 要果断一点 且打的目标要统一 对 就如果真要拼 放高地拼一波 我觉得这个时候也挺好 其实我觉得 呃有可能去抓边吗 就是张良跟着李元芳或安齐拉 都可以去给边路一点压力 而不是让小胖带先 我觉得小胖 呃在面对对面张良不漏的情况下 他也其实没那么好在 主要是张良刚才在中路干了什么事吧 就是他一直在放法侦探草 在挤草丛 所以其实在狼队界边是默认知道张良在中路 是 小胖是知道张良漏了 这样就导致他赶去下路优先带这波线 对 诶 本狼 本狼直接开 诶呀 被打掉了 诈一下 原方躲了但没完全躲 对 其实现在这种你很久没漏了 其实大家 对方应该知道你大概要卡斯也开本狼了 所以警惕性都是够的 是的 关于位置很好啊 这波 没有人上去帮阿迈 继续兜 诶 被找了 闪现 直接打断腿 推 跟进来 那关于就算不死他的战斗力在这波团战也没有了 弗拉姐也怪 顶了三下 他溜出来了 他不但没死还顶回来一个 暖阳刚在正边 狼队局输出腰刀伤害非常高 苏利也憋了个大 但是打不到人 预计再点两下 接个一技能 把新鱼也打残 这个上高帝也能拿 是的 这波双方的对抗路做的都非常好 是的 弗拉限制住四个人 然后关于也是限制住四个人 关于多了四个人 对 然后双方也都没有阵亡 看似脱节 实则很carry 对 但是 弗拉这边装备卖的有点多啊 弗拉姐直接挂身上了 应该是刚刚卖的 然后这个被打掉了也舍不得卖掉了 难受啊 又没钱了要奖价了 对抗路传统 对不奖价玩不了了 本来就10.2 10.3k的 卖了有两三千块钱 他这版的铝布比正常的铝布要肉 因为对面 遇到后面打得越来越慢了嘛 而且张良是一个纯肉的 他没有 不能 哎 没砍直接进草 顶住开大招 追着鱼姬砍 这还打得非常痛 而且都被打掉了 关于在正面 一刀皮下来 关于想直接找鱼姬的麻烦 踩一脚 复活甲 打出来铝布先倒 这波还其他直接扫扫完 最后苏联刚才正面 小胖 几乎还是满状态 放了一个人的手里面 我打了什么心 扎扎到了三个扎回 这个复活甲非常关键 去追着点 上海拉满瞬杀 十个百分之八十块钱 找机会找不到 一个反景骗出的技能 在等露娜的大招 小胖大招你好了 但是双C都还在狼队 一个满状态的鱼姬和露娜 还有复活甲的露娜 那再飞一下 横扫千军一里 远方向进去 就能一开三个人追着点 关于在地上 六复活甲站起来 直接爆掉 这一波能反推吗 还有13秒复活的弗莱 应该有点难 一波能不能吃掉 9秒 但是微博还剩一个张良 在等张良的大 是 是不是能直接打过去 还有3秒 弗莱复活 向鱼8秒 稍微有点难 应该能反破高地 吕波 往前走 弗莱应该不会直接上 知道这个时候上了 就是被白捏 对 要等向鱼8 还得看这条龙王 是的 但是第二条龙王的盾是加厚了 狼队也不能轻易放的 骗到了 这三个人在草丛里回城 小胖大招刚刚好 但是这个位置有层次的 就是第一个草里盾的一个人 旁边的草里盾的一个张良 是 而李元芳在再后面 三个人形成了一条直线 这边打龙就贼快 安琪拉 是 安琪拉和李元芳 两个就是打龙好手 这条龙能给微博带来多大的收益 就客观来讲 现在狼队要做的是尽量防守 实在不行 高地估计该放也就得放一放 我感觉两边可能要回到同一起跑线 对 可能要下一条龙王定胜负 现在的话肯定是微博先优势了一会儿 因为他们毕竟这个龙还有张良 他们我觉得能破高地 但想一波不太现实 想一波就得看狼队怎么处理了 但是如果高地在全放的情况下 那双方就是第三条龙定胜负 嗯 就是看这条龙王 没见一波怎么用 但是张良和安琪拉还有关羽上高地的效益 没那么大 因为关羽的话上高地肯定是正面吧 中路的话只要卡一个人 关羽是很难有绕后卫的 就只能慢慢磨 对 除非张良能闪到一个脱节位 就比如中路想卡关羽的人 比如露娜或者苏烈 然后被摁到一套轻轻打掉 形成一个多打扫 那下一波再等一个张良大 那就可能会一波了 首先张良闪上去大敌瞬间 嗯 必须得捏到对的 因为不管那个人死不死 他肯定是活不了 对吧 是 所以我说的是脱节位 如果不脱节 是 诶 卡侍也能不能按照这样 在骗暖阳这个位置 然后闪现年路纳波 暗住给激活 吕布封了这个位置 跳到三个天下无双 李元芳跟进来栽埔伤害 新宇吉本打出复活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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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宇吉当中闪非常高 拉一段反飞打出了复活第二条命 再给一个拉着崩出来 苏烈也没有 宇吉本打出复活 宇吉本打出复活 气势如何 有点预言加了 真摁到了 真摁到路纳了 关键色 这局比赛 其实最后的carry点是这个李元芳 是 但这个英雄太容易被忽略了 但你不得不说 我们先不谈安琪拉的伤害的问题 他其实就是 安琪拉跟张良这个组合 张良才是大哥 安琪拉只是一个补输出的小弟 但是这局新宇的张良 在捏人这方面 我觉得新宇的张良 说实话 比他的东黄更像东黄 除了中路有一波 安的苏烈也 其他都是很完美的大招 是的 最后这一波非常聪明 暖阳在右边的高地做一个幌子 正面四个人奔狼直冲 而且冲到点的时候 你知道他第一时间 他还不想捏路呢 是 我感觉他有点犹豫 要不要去闪现捏鱼姬 我觉得他是这样想的 就是他事实上有闪的 但他觉得如果闪恩的话 队友第一时间不可能全闪上来跟 是的 所以他得保证队友 我摁脑一瞬间队友能跟到伤害 然后且他得闪现躲铝布的大 我当时第一反应你还挑食 不 我觉得他是想闪现躲铝布的大 大家看李延芳 这个英雄后期 为什么我有老说 这个英雄是一个完美的射手模板 就到后期这个英雄太厉害 是 有打前排的速度 有自保的能力 还有切C的能力 有切C能力 有自保 你看要单点有单点爆发 要加攻速能加攻速 要AOE有AOE 要卫尼有卫尼 要探视也有探视野 就是这个英雄在后期不像个射手 他这个 我感觉他是个所有野核中核 还有射手的合体 就是他你想 你能想到的他都有 就是这个英雄只有一个缺点在后期 就是太过完美 前期唯一的缺点就是手太短 所以他当做出日渊之后 就做出竹子之功就很厉害 还有破军之后就没有短板 他后期还能补一把大破军 他的普攻上也很高 对 刚刚我记得腰刀的李元芳也是前期伤害很慢 但是到后期都很夸张 37.6的射手 是这个李元芳 腰刀也打了34.1% 中路那一波也很秀 我记得就是我跟你说 没有踏板的露娜那一波 他很自信 他知道 也可以说他也会玩露娜 是的 他知道露娜没有踏板 肯定打不过他 非常厉害 对小胖这个点 其实他也不是不想打 你看就跟你讲 就是观众朋友为什么看到露娜 他会有点害怕 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露娜有时候好处理 就前期他很顺的时候 然后就不跟他这个微波不跟他打 躲着打 到后面魔女都出来了 就变成一个情况 叫做鱼姬可以嚣张 吕布可以嚣张 你露娜不能 露娜不能嚣张 就是你操作再好你都不能嚣张 而且他会 就是吕布这局我觉得肉出的多了之后 他伤害量没那么高 就导致其实团战输出会有点不够 14-1太华丽了 要到那一把的李元芳也是很华丽 然后后面也是打成了一个切C的点 最后那一波直接一波翻了推掉 真没想到 七年前面还在说 这个阵容对高低不太好打 但是我还说了他们 如果中路摁到一个脱节位 然后结果就摁到了 摁到归摁到 我没想到他两个普攻把Lona秒掉了 太快了 是的 好的 听一下本局比赛的营运回放 听我说 你们可以捕状态 封龙真的 鱼姬没闪的 别被射手了 可以可以可以 不然你捕状态 你别 可以管他可以管他 可以管他可以管他 鱼姬没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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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导five generous 我给你们一次 随便啊随便啊随便啊随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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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裹拉随便了 我来不一秒 fait 倒去倒去先拍吧 驴步先拍吧 呱祭 大家正在看 我感觉就是一个最完美营的方式 他全做到了 首先是摁到C位 又所有人的该做的点 比如拆火还是说切C 其实我到最后都以为 吕布大装的那个位置 我感觉微博要崩着了 是的 但是其实他的伤害不够了 就是他这本肉装做的有点多 他提供了足够的拆火 他提供了足够的前排 但是伤害量有点问题 就是鱼姬如果一旦被干扰到 然后露娜我们看到会被限制的话 其实等于只有鱼姬一个人在输出 对 因为鱼姬要被限制有点多了 对 不光是吕元芳都牵了一击了 所以吕布是要补个输出点 因为他不管你出载肉 你被摁到了自然的坦度是不够的 这局的话 沈梦西跟露娜两个人都是法式 会导致微博的魔女收益特别高 对 所以说输出这个点的话 吕布其实稍微是有点不够 对 最后那个大招 看似很完美 看似真的很完美 我觉得那部二输出装的话 估计直接就是倒两三个 对 如果他自己感觉就能打个两万左右的输出 然后就是乔西这个点 就李源芳这个英雄我发现 拿出来敢用的选手 你一定得敢操作 是 如果你求稳 这个英雄打不好 你打成刺客的感觉 对 就是一定要在人群当中翻来覆去 滚来滚去 就像阿里马可之类的 是的 你得敢操作 就不然上线可能就提外不了 然后可能终结 就终结不掉 而且李源芳因为 他那个弹道特别不明显的原因 很容易就是人没注意就被点死 对 他那个普攻其实显示的是 确实没那么明显 在团战里的时候更 跟他自己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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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自己都感觉有点像 他自己可能感觉 我怕打死了吗 那这样的话 现在就是北京微博率先来到了赛点局 在上一局拿回骑士之后 现在就是期待一下 狼队能不能让我们看一场 精彩的巅峰对决 稍稍休息 现在比赛马上回来